台北市的名轮社会住宅 其中三房型的一个房子 一个月的月租金就要高达四万块钱 而引发外界的批评 而总统参与文日前也表态 他认为这个价格应该要合宜 而内政部长徐滚有稍宅在受访的时候 他也再次重申中央关于整个社会住宅的定价标准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我也不批评 我已经把中央的政策讲得很清楚 各个地方政府执行 各个地方政府执行 我想他们应该要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中央的每一个县市 你看看新北市台中市这些地方 他们都是八折六四折 很清楚了 都已经很清楚了 都是这样子 我再次的强调 好不好 好不听到徐滚强调 虽然他是说他不要批评 只不过他话还是说的相当的酸 他认为整个中央的社会住宅的定价标准 就是市价的八折 如果是弱势族群的话 一般来说就是在打六五折或是六四折 而他也认为了 各县市政府应该要有能力来处理这个问题 以上这来自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这么多的地方 还是在这个东西 有什么国家的市场 那里可以一起期望